今天是大家要來介紹 在這關你們的一間 吃到白的這個火鍋餐廳 這間這個火鍋餐廳 就有五六種糖選到 其中這個日式的壽司鍋 又是特別來雕酒 吃完不覺得鮮 電腦又很順口 全這個食材精銳 也導致了備走行 讓這邊就能自由選到 又像這個蚵仔 又是特別是這個 鳳京的海邊在這三個店來 為了就是要讓這邊就吃到最新的錢 也因為說有的食材 都是老闆自己去吃的 生了溫飽 所以讓這個消費者 也不用花很多錢 就能吃到飽 從萬古典鑰匙的空間中 上級氣氛消費者 將來消費的比例 就是這間餐廳是 威哥吃到飽 因為它給這所使用的食材 非常親密 讓這個消費者 吃了很容易 有更有飽就感 因此很多家庭主婦 也是說三國的好朋友 都能夠吃用餐 雅東變做老豬狗 我常來 喔 你之前常來 對 它還沒改名之前常來 那你怎麼會這麼喜歡來這邊 因為它是雙鍋 然後它的鍋也很好喝 然後你可以自由選擇 就會看你想要哪一種味道 然後這樣它青菜可以就是一直點嘛 因為之前不是蔬菜有漲價嗎 就在這裡吃蔬菜蠻划算的 然後還有就是它的麻辣 它剛剛講的鴨血跟那個豆腐都很好吃 就是味道就不會太老 然後也很嫩 所以我還蠻喜歡吃麻辣鍋的 然後麻辣鍋有些會有點麻麻的 刺刺的 但它很 它就是非常好 就是不會讓我覺得 鎖喉 然後冰淇淋也好吃 這是什麼原因 它會特別想來這邊吃嗎 可能天氣比較冷吧 還是喜歡來這邊吃火鍋 爸爸自己本身也喜歡嗎 很喜歡啊 你有沒有喜歡吃它裡面什麼料 都很好吃 都很好吃 對 所以特別帶一家吃一起來 對 那你今天怎麼會來吃 是你自己小孩嗎 你特別有跟爸爸說嗎 有 有喔 這間餐廳吃到飽的餐廳 可以做到這麼久 不是無關它嗎 這些餐廳都是因為 餐廳堅持 這實在一定要新鮮 像這大顆大顆的這鵝 都是海邊的 在這三九點來 就是要讓這社會者 吃到最新的 我們很強調我們火鍋的東西是 食物 而不是食品 不管像我們這邊的話 一個蝦子跟這個鵝 是我們王宮 王宮這邊即使我們 彰化的一個特產 那我們就直接是從那邊 每天直送過來的 王宮這邊 像這個蛤蜊也是 像這個是深海魚 深海魚的多綠魚 那其實是小型魚 可是它的肉質非常非常的Q 那三倍肉 那這個漫波魚 來我們女生最喜歡的 漫波魚 它的一個膠質非常棒 那像這種的一個透抽 其實我們自己 我們本身自己很喜歡吃海鮮 所以我們就很標榜說 整個海鮮類的東西 那就是新鮮 完全就是今天的一個 直送過來的 或者是直接冷凍 我們都完全不會說在常溫之下 那客人即使像你今天 可能這樣一攀 你沒有吃完 我們也都不回收了 那像我們這邊的一個 直接就是我們自己滷的 對自己滷的 然後像這個餃子 我們也是自己包的 自己手工包的 外面沒有像這個 聽說那餃子是牛肉 特別是牛肉 對牛肉餃子 我們還有客人說要給我們買 可是真的沒有貨 因為我們就是自己 我們自己的一個 本身的一個雙醬牛肉 梅花豬肉 我們自己去製作 然後攪肉 然後自己去包 都是直接都是手工包 完全沒有說透過別人 而且沒有加任何的一個調味料 因為我們直接像我們自己的麻辣鍋 或者瘦球 它其實它整個的一個味道就出來了 所以也不用增加 跟一般我們吃水餃 不太一樣的做法 那像我們的老油條 然後我們這邊的熟食 那這個肉也都是現切的 餐點的選擇真正是很多 有這很高級的肉類 海鮮、餃子、餃子 很點、很做 這些人可以吃到的 都是稍負的、稍負的、稍負的 因為這實在選擇選擇 好想回家也能吃到 各種想吃的火鍋料 像我這種熊鳥味的 一吃就飽了 那你覺得說它這個種類多嗎 很齊全 然後種類很多 就是也有西式的 像雜的啊 然後就是像 我們也很喜歡吃一些青菜 青菜類很多這樣子 對 所以它的食材讓你覺得很豐富 還蠻豐富的啊 就是都蠻新鮮的 所以就是也是交付爸爸媽媽家裡 也一起來 對對 跟爸爸媽媽一起來 第一次來 他怎麼會想說過來這邊 因為朋友說這邊的那個很好吃啊 哪個東西很好吃 麻辣鍋 麻辣鍋 那你來吃之後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還蠻正點的 怎麼樣的 就是喝下去之後本來不會辣 可是那個後勁真的會讓人很舒服 因為我很愛吃辣 所以我特別推薦 那你有吃到它的條嗎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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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麻辣鴨血不錯啊 我覺得還蠻嫩蠻嫩的 嘿嘿嘿 嗯 我的口味 當然在這個湯底部分 有麻辣 酸白菜 蒜味奶香 還有日本的這個 壽司鍋上面的火鍋 可以讓這個消費者 自己來搭配 其中最特別的就是這個 日式的壽司鍋 只要這個壽司鍋 夾這裡也特別來改良 吃完是不會覺得 生生也不會餵餵喔 湯底的部分 我們是鴛鴨火鍋 那我們是麻辣酸白菜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是 壽司跟蒜味奶香 我們是其實強調是說 給客人說有一個重一個輕 那我們麻辣就是一個辣度 我們這個其實都 前一天就開始熬那個大骨湯底 我們也沒有加任何的一個粉 就是熬大骨湯底 然後這個 在中藥料下去去熬 去熬它的一個整個的一個辣度 那這個很適合這樣子 我們蒜我們的食材 那蒜白菜也是 一個辣一個蒜 那這邊的話我們 現在就是新的研發一個壽司 跟蒜味奶香 對 那壽司的話就是 跟一般的日式比較不一樣 那我們是強調一個比較 我們所謂台式的做法 但是它又很符合我們台灣人的一個口味 喜歡喝湯 然後又喜歡吃這樣一個滷的東西 一個汆燙一些肉類啦 食材的話都很非常新鮮 而且非常好完全不用蒸醬 我們其實這邊的麻辣 或者這邊的壽司 都不建議客人蒸醬 不用蒸醬 對 不用蒸醬 直接吃我們食材 跟這個湯口的一個結合 非常棒 這間吃到白菜的火鍋店 就為了觀念大動爐上 因為實在的新生 選擇者 介紹更真實 變成這生理就很好 到冬天的時候 人是更多 您就要不要來吃看看 請謝謝文靠寺館 大教廳關聯報導 請問一下 謝謝文靜